来自加拿大的林布然是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系的一名博士生 本科和研究生均在中国就读的他 从2015年便开始翻译自己喜爱的中国古诗词 每天由近十个小时铺在创作上 如今已翻译千余首作品 日前在位于南昌老城区的一处三层民房 记者跟随林布然走进他平日创作和生活的工作室 几平米大小的房间内一张由木板搭成的书桌上堆放着由宣纸、毛笔、颜料、书籍、电脑构成的工作台 角落的地铺旁堆放了许多已完成的作品 其中陋石敏的翻译作品被摆放在显眼位置 配画则是林布然的自画像 据林布然介绍 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 自己感受到了汉语的神奇和中国古诗词之美 六年间正是在这样一个略显简陋的工作室内 谦于受中国古诗词被他翻译成英文 再配以毛笔画装定成册 在林布然看来 一些人名、地名以及典故是翻译中的难点 自己通常会用一些与西方相近的概念去替代 其实我翻译的就是也算是比较求实 就是不是很直接的 就像这个虚米 就我不会 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地名 就像这个 这个原来的翻译 一般就是外国人看这个 就不会知道是什么地方 所以我翻译的就是 Magic Mountain 就是传说那个 就是全世界那个 就是第一高山 林布然称 自己经常写作品到各地参加线下展览 也受到不同国家文学爱好者的青睐 他也希望自己能通过这种方式 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谈及未来的计划和打算 林布然表示 想继续留在中国 翻译自己热爱的古诗词 也希望能将这项兴趣爱好 发展成为事业 古汉语可以 就可以说可以 就学一辈子 就学不完 最最理想就是 我可以就是靠 就是画画 还有就是写东西 就是靠这个生活